- 做完我貓,我們走回到購物公園走個圈 走回到有些小店,看到有手打檸檬茶 有些買一些光仔的飾品 有貓貓,或者狗狗的衣服也有 裡面有貓貓 這邊還有一間吃雪糕的店 鼓勵撈新疆的雪糕 走過有間賣茶的店 有些西瓜外荔枝,名字這麼有趣 然後這邊有些買飾物 剛剛在看,我很怕它 我不管,這條街,大家一起 然後這間是做指甲 我的指甲自己回家貼 這邊有些手工繩,手袋 都挺熱鬧的 這裏有當作塔羅尖卜 這邊有人basking 上面有很多食店 原先打算離開了,但也有點肚餓 我們先在附近賺吃 這邊的店鋪相對便宜少少 值得吃些 上次去過圍龍屋那間客家吃虎吃過東西 都不錯的 現在上去看看要不要等位 我們走到二樓 走回這條手廊 直走過去 我們走到圍龍屋,客家吃虎 六點多,差不多了 吃飯時間了,廚房比較黃 跟大家拍一拍一拍 這裡是一個半開放式的廚房 看到廚師在忙著做這個雞 嘩,聞到食物味很香 另外走過一些 還有一個很大的魚缸 跟大家很快拍一下 有些水魚,糖土塞 鉗魚 這本就是鉗魚了 另外還有土黃鮮 小河蝦 花鯛魚等等 幸好我們有一張圓桌 想說這間的茶很好喝的 跟大家看一下餐牌 它有很多不同款式的河鮮 有很多不同款式的客家菜 有豉汁,蒸排骨 酸菜炒牛子,茄子煲 這邊有些江湖 有很多不同款式的客家菜 有豉汁,蒸排骨,酸菜炒牛子,茄子煲 這邊有些江湖 鍋肥腸 薄荷炒青茄 辣炒黃牛肉等等 不喜歡吃這麼多肉的朋友 這邊還有些事疏 有薑汁絲瓜 蒜蓉炒油蜜菜 鯪魚炒油蜜菜 油渣菜心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菜單的價錢 和送菜款式 我們剛剛下單 點了個五指毛桃焗雞半隻 香焗鉗魚 酸菜炒春筍 香茅焗魚鴿一隻 另外再點了個油渣菜心 這個菜式應該是新的 上次來也沒有 這個叫做香茅焗魚鴿 就73元一隻 聞到也很香 這個魚鴿剛剛煮起熱辣辣 聞到也很香 聞到也很香 剛剛試過魚鴿 它的肉質也很滑 而且也有很多汁 不是光真真那一款 再加上它的香茅味 也焗過 魚鴿的味道也很香 這個也不錯 第一次這樣吃 這個魚鴿剛剛吃完 來了個香焗鉗魚 這個是這間餐廳的招牌菜 這個好像九十八塊 上次吃過多好吃 就這樣看顏色也挺棒 這個魚要趁熱吃 如果不然會腥 肉質也挺滑 好緊 你看看 飄了腰 我平時不是很好吃魚的 不過這個鉗魚是挺好吃 所以 這次再吃都會吃這個 重點是它的魚肉是滑的 不腥 挺香挺好吃 這個魚肉是超級滑 而且它有些好像梅菜的調味料 配合起來很棒 這間餐廳另一招牌菜 就是這個五指毛桃焗雞 這個半隻雞 七十八塊 你看多大一點 之前吃過這個也不錯 好了 趁熱吃 我又試一下這個五指毛桃焗雞 之前吃過也不錯 因為這個雞肉的肉很滑 也很汁 而且它不像我們平時在香港吃的冰鮮雞 沒有什麼味道 它也很有雞味 這個五指毛桃焗雞也不錯 再來這個油渣炒菜心 之前吃過 超棒 超甜 還有它有一點油渣粒炒 有些鑽片 很棒 這個35元一份 也挺大碟 我這麼喜歡吃菜 當然是吃多一點油渣炒菜心 這個之前吃過也不錯 雖然它說用油渣炒 這個菜當然有少少油 又不是太油 吃下去這個菜也挺嫩 算不錯 再來這個酸菜炒春筍 有些肉粒 春筍也挺漂亮 有些酸酸的味道 很香 這個好像五十幾 剛剛試過這個酸菜炒春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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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筍咬下去很爽口 配合了少少的酸菜 比較開胃 這個菜也不錯 它周不時有架機械人送餐到的房間 我看到一架車也挺忙 我們已經清洗了 很飽 放蹄那麼飽 我们刚刚在围龙屋 客家食库吃完晚饭 卖单三百多元 这个价钱都可以了 因为有半只鸡 有一条鱼 有鱼甲 还有两款菜式 今天跟大家拍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给个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下条片再见 拜拜 by bwd6